OK Hell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佐格拉 歡迎你們來到我們的頻道 好 那麼今天呢我們就要 又要來開箱了 因為那天我們前面就有講到嘛 就是我們是敏感貨比較慢到 那麼還有這個呢 也是我們拍影片需要的東西 so今天呢我就在這裡出現給大家 大致上的開箱先給大家看看下 那麼接下來開箱的部分 裡面的東西我們還會實測之後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其實來快速開箱下 所以我們就來開這個第一箱先 小心好像差點過到裡面 這個也是很難把 哇很緊很緊 那麼這邊應該是有適合的東西 根據我老婆講的應該是有適合的東西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但是不好開 OK 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出來啦 那麼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兩個三個 還有一個小小的四個 可以看到嗎四個總共是有四個東西的 那麼我們就把它扒掉 總共是有四個東西的 那麼今天這一個呢會有比較特別的一個東西 就是很多人其實在淘寶上面都會買的就是小米家的東西 那麼這兩個大箱的呢就是小米家的東西 OK 那麼等一下開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先 OK 那麼我們先來看這個小包的 這個小包是什麼東西 很小一包罷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就開進去吧 這個很小包罷了 不知道什麼東西 哦 USBPine Drive這樣子 那麼這一個呢其實是 我的室內設計的 USB來的 它是一個鎖匙來的 是一個鎖匙來的 那麼之後呢我也會拍給大家看 這個的用途是什麼 那麼我們就接下去拍看下一個什麼 OK 我們就來開小盒的先 好小盒的先 那麼小盒這個包的好緊 這個是用易碎品來的 我 OK 哇裡面包裝也很漂亮 所以這邊呢它就有一個小的 哦這是過濾器來的 我們買回來的小的過濾器 哦 它就是一個輕胸享用純淨好水 這個應該是它的 呃 過濾淨水器的這個濾芯來的 哦我們看一下裡面是怎樣的 它有包一個沙子 還有一個濾水器的濾芯 是這樣子的 那樓下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就來看看是 原本的應該是有也有的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我們不要動它這個 那你買的這個品質好像 你買的這個品質好像還不錯 真的 感覺真的 你看它包裝 它包裝好像都還不錯 哦 所以我們就開進去看看是怎麼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平常每次嘛 就是呃 馬來西亞這邊啊 那麼我是個人是覺得啦 因為我從小呢 我是在別的州屬長大的 那麼我的州屬那裡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們如果說有燒水的話呢 我們就是水龍頭水開出來我們燒水 我們就可以喝了 但是在 嗯 KL這裡來講的話呢 呃我聽到的是這樣子啦 就講說通常是要經過過濾器 跑出來的水之後再拿來 煮滾它 之後我們再來喝 才會比較安全 齁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個簡單的過濾器回來 就是講說 呃它只需要裝在這個水龍頭上面罷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裡面是怎麼樣的 OK 那我們開出來呢 你會看到這個就是它原本是有這兩個東西 所以這個呢就是家用水龍頭進水器 那我們開去看裡面是怎樣的 OK 那麼它裡面呢就是有呃很多的這種不同的這個設備 那麼這是什麼來的 我們到時候可以看 那麼這個呢相信就是它的轉接頭來的 基本上它的包裝是還不錯 哦 那麼你這邊也是可以把它鎖緊它 因為有 有的人它水龍頭可能太大還是怎麼樣子 可以用這種方式給它鎖緊它 那麼呢呃 這一個呢就是它的主體啦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它的主體 那麼我們也會拍一集就是安裝和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有裝跟沒有裝的分別在哪裡 不過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嗎 它的牌就是這一個 哦 那麼如果呃 我們裝了我們測試了之後覺得還不錯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在樓下放連結 連結推薦給大家這樣子 它這邊有個卡榫 好我們到時候我們來看看一下是怎麼樣的一個安裝法啦 那到時候我們再看看它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安裝法啦 所以我們就來開另外兩個 其實我們是很期待的 就是所謂的小米的這個呃 呃 電磁庫 那麼我們之前呢 呃也有一集嘛 就是講到說關於這個 呃我們在期待 等待這個小米的這個電磁庫來的時候呢 之前呢 然後我的老婆的媽媽就是我的月母呢 她就有買了一個 呃 這個 電磁庫給我們嘛 所以呃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小米的電磁庫是怎麼樣子的 那麼首先我們就把它割開一些呢 同樣的 看你這邊黏了好緊 小米的包裝可能就是真的是 啊 那麼我們買了這個呢 如果沒有錯的話呢 它是可以就是 呃連接這手機的 所以講說你可能在外面 上班的時候啊 或者是半途你要回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用這個手機的APP 可以去啟動它 可能你要組一些的東西啊 那麼你到家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的去用它 那麼我們來看開箱之後呢 是怎樣的一個東西 OK那我們打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的 它小米一路來我相信它的包裝呢 都是很穩固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來講的話 它當然是這個 尼龍的盒 OK 我們把盒放OK 那麼上面呢就是有一個 米家電磁爐的使用說明書啦 米家使用 那麼我們這個就是它的主體啦 我們打開 OK 那麼其實呢 它呢也不會很大到哪裡去 但是最主要一點東西是 哇有點重量喔 有點重量欸 有點重量真的 OK 那麼當你打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嗎 這就是它的主體啦 放旁邊先 這是它的主體啦 那麼中間呢 它就有一個東西會動的 然後呢 這裡呢就是它的顯示器來的 然後它會有個定時啊 它有一個功能 當然它這個也是一個按鈕來的 你可以按 可以轉 喔 那麼我們買 它也就一種顏色罷了 對不對 對 它就顏色罷了喔 所以說它這個擺設是相當的漂亮 那麼呢 這個就是它的插頭 那麼那時候我們其實有問它 欸 你是用什麼樣的插頭 OK 它是回答不到我們 它是用這一種的 喔 它是要算交叉的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米家正品的這個 電磁爐 所以我們把它收起來先 到時候我們也會拍一集 就是跟大家講解 關於這個 呃 我們使用它的這個使用效果是怎麼樣子 也會直接拍給大家看 欸我們煮的時候喔 它的這個色澤 菜的色澤啊 還有它的加熱的程度啊 這一些 我們都會拍給大家看看 不要緊 OK 那麼我們還有這一箱 這一箱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買的時候呢 我們想到說 欸其實我們有 呃 五六個括子了 就是很多的括子了 那麼呢 我們想說 欸到底要不要買說 小米 就是說它這個電磁爐原本 匹配的這個 呃括子 那麼如果你不要買的話 自然是比較便宜 那麼如果你有買的話 自然它會高一些些的價錢 那麼我們就當心說 欸可能我們自己的括子啊 會呃 導致到燒不到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是買了它的原配的這個 呃 括子回來這樣子 那麼我們來看看它括子是怎麼樣子的 首先我們開進去裡面 同樣的它也是包裝的很漂亮 就是說很穩固 你也不擔心說它壞 所以我們就把它倒過來 以防萬牙孔下來 我們壞掉了怎麼樣 OK 那麼呢 OK 這個是上面 我們打開 你們可以看到嗎 它就是一個括子 當然可能它就純粹就是一個括子 但是就是想說 呃可能他們的品質 或者是說 因為我們最擔心的其實就是這個底部這一方面 它的受熱不夠均勻 哦底部這一方面它受熱不夠均勻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個米家的回來 那麼當然它裡面呢 就是也是有一張的這個米家特定的卡 那麼還有就是它也是純白色的 所以你搭配起來整套的時候呢 其實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麼它的做工什麼來講的話是非常的不錯 裡面的做工也是相當的滑順的 我相信用起來的感覺應該是相當不錯 所以這個呢 我們之後呢 也會再拍給大家看看我們怎麼樣子去使用它 還有它的到底好不好用 那推不推薦大家買 那麼我們之後我們會做一集 拍給大家看 那麼現在呢我們就把它先放在旁邊先 我們來拍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樣 那麼這一樣東西呢 我之後也是會拍一個對比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我需要買這個東西 那麼這一個呢 其實呢它就是什麼 就是指向性麥克風 那麼之前呢 其實我們是想要說買這個羅德的 買羅德的 但是因為呃 預算有限 因為我們搬進來新家嘛 預算有限 所以我們就在上 就在網上找羅德的時候 想要看一下它的功能啊 性能的時候呢 那麼呢我們就找到了這個博雅的 這個博雅的 那麼自然我們找到這個博雅之後呢 我也是有去上網做了一些搜查 就發現到其實它的音質呢 跟羅德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呢 是不會差太遠的 然後再加上還有一點東西 就是講說 它的價格呢 是比羅德的這個指向性麥克風的便宜很多 那麼呢 一開始呢 如果今天呢 你要做這個呃 YouTuber 或者說你想要拍一些旅遊視頻啊 或者是Vlogger來講的話呢 我相信 如果說你不想投資太多的錢 在你的器材上面的時候呢 你暫時性呢 就可以買這一支先 那麼之後呢 等到你覺得比較穩定的時候 你可能才去升級去這個呃 羅德的這個指向性麥克風 那麼呢 這個呢 我也會拍一下一集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它的這個呃 收音是如何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一下 關於裡面它是有什麼東西 好OK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嗎 整個盒子 那麼首先第一個你要看的就是有這個二維碼 因為我們買的話 我們盡量就是要買贈品 我們不要去買到翻版的 那麼有這個二維碼 還有這個防刮條 那麼在這裡來講 你們可以看到它樓上是想說 可以匹配給什麼用 可以匹配給這個呃 電話啊 iPad啊 電腦啊 相機啊 又或者是還有一個是呃 就是說dbcam啊 這樣子 那麼我們就把它打開 看一下裡面是怎麼樣子的 ok 那麼同樣的通常呢 都會有一個呃 使用說明書 還有就是這個是呃 保修卡 保修卡 那麼這裡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點呢 它就是有這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呢 它是可以讓你鎖在相機上面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是3.5M的這個呃 for手機用的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耳相包這個沒用的 然後這一個呢 呃就是for你接相機的 看for接相機的 什麼TRX還有TTRX啊 TRX啊 我不清楚它的說法啦 那麼還有一個呢 就是它的包包 你可以收住 那麼呢 再接下來呢就是 ok 這邊就是它的主體啦 這是它的主體 好它的主體 也是有點重量的 我看應該至少都有 接近100克的重量吧 這樣子 那麼呢這個呢就是隔風的 so far它的毛做起來還不錯 不會說你一摸它就弱這樣子 啊會啊 如果你硬扯的話 它會有一些會弱掉 這是隔風的 so 這個呃 博雅的這個指下器麥克風呢 就是呃 這麼多了 那麼接下去呢 我們就會拍 不同產品的這些呃 實測 還有就是我們使用的心得 那麼以上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要按贊 還有分享出去給大家 那麼還有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有就是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 還有我們的Instagram 那麼我們發布消息的時候呢 我們會同步在這些平台上面一起去發布 那麼你們就可以同時收到消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